嗨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李翰老師 我們今天要來分享一個影片 這個影片是我 看了以後非常有感觸的影片 我想來分享給大家 開始囉 我發現很奇怪 我為什麼把車停在賽道上 是吧 好準喔 原因是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我們要下場練習的時候 是我啦 我要下場練習的時候 Jimmy有交代了一些任務 希望我可以去做到達成這樣子 然後因為他是練車嘛 總是要一些回饋嘛 要得到一些東西嘛 那結果他就看我開出去 第一圈 第二圈他覺得不對 他馬上在第二圈的時候 就在那個 路口 搖旗 龍門家在附近搖旗 把我搖停下來 那我就停在這個車道上 然後他就跟我講 我應該要怎麼做 然後我們就討論這個 就討論了很久 他在教的過程啊 非常的有耐心 一直 一直不斷的跟你講一些就是 你該注意的東西 你看你剛剛應該有看到他手指有伸出來吧 有沒有 他就在我的左手邊 他就在我的左手邊 那他交代我這些東西啊 我 沒有做到 或者是 可能太急 或什麼之類的 他就把我攔下 那希望就是 我可以 心靈沉澱一下 或是我們再討論一下 再出發 所以他的教導真的是 非常的有耐心啊 真的是 請郎享受 我覺得跟他學開車有個很大的好處是 他很像一個 答案 也就是你不會的東西 你去問他 就會給你答案 我覺得這個非常的重要 因為 賽車這種東西很 很多變數 那很多可能 那 如果是自己的話 你就不知道要猜到何年何月 何時 這樣了解嗎 但是 他 就會知道 欸 到底是 造成這個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他就會非常清楚的告訴你 等於直接給你答案 你就不會在那邊迷惑 我覺得這個非常的重要 因為以前 我都是自己在那邊猜 我是跟一些同好在那邊猜 嘖 覺得這好像有點太慢了 是吧 然後再來就是 我們每次下去練習的時候 都會有一些就是 要做到的回饋或是一些事情 那 我們的練習就很有目標 很有方法 拿出來的效果 效率就很好 那你看他現在還是坐在旁邊 一直口默橫飛的講 因為其實我一下去要做的時候 你也知道 有時候一下去 喔 那速度感一來 真的是會腦重寫 不知道自己在幹嘛 但是 就是 就是 就是旁邊要人這種人 幫你歸零 他就很像一個 就是 教練 然後 他本來就教練 他本來就是很像一個老師 一個導師 一個 先知 在那裡幫你就是 開路 然後幫你歸零 然後讓你不會迷惑 因為有時候我們一下去 哇 會腦充血 然後在那邊 對不對 不知道在做什麼 那 遇到他 或者是他在講 就會有一種歸零的感覺 所以 那時候我就坐在那裡 然後他就這樣一直講 一直講 一直講 因為我發現 我一下場 他交代我的事情 我全部都忘了 對吧 那他就 攔下來 把你攔下來 再講一遍 所以我覺得 嗯 這個真的對我來講 非常的有效 而且我相信也是 學習就是 應該 就是要這樣 真的就是要這樣 有人在旁邊 耐心的教 那你 聽一遍聽不懂 或者是做不到 沒關係 再聽第二遍 再做第二次 酷吧 而且我們這個練習很特別喔 所以我們一下去 他叫我這一 這一場開七到八圈就好 就下來 然後下來的時候 不要拖安全帽 就坐在車上 好好想一下 剛剛七到八圈做了什麼 然後 再出發 再七到八圈 我以前練車是 就是 喔我下去 我可以開幾圈 又開幾圈 我可以一次下場開個 三四十圈 我都沒有問題 好 四十 三四十圈 那 那樣練習就是 會練到體力沒有錯 但是 技術方面 你就不知道自己在練什麼 因為你就在 瞎開 簡單來講 真的就在瞎開 好 但是我其實也很感謝 我以前這樣練 我自己這樣練 就是 我起碼體力就是練得很好 所以 我現在 在學這些東西的時候 我才有辦法感受 不然 你身體都跟不上的時候 你的 就是 體力都沒辦法負荷的時候 你怎麼去感受 車子給你的回饋 懂嗎 那車子給你回饋會從各個方向來 OK 然後有些東西是很細微的 非常小的 那如果你都已經 手忙腳亂的 都已經 不知道在做什麼了 那你怎麼 去得到這些回饋 然後讓你的技術 更加的進步 OK 這就是我的感受 我也推薦各位車友 趁現在就是 他藏在台灣的時候 趕快去 跟他學 真的 不然 是吧 很容易被人家請走耶 而且外面開的價碼這麼高 對不對 是不是 這就是我的心得 我的感想 OK 那 分享給各位車友 好嗎 那就這樣囉 掰掰 快點 謝謝 快點 win 很多人 你 他